近期地震频繁期许让每位台南市民有安全住所 台南市劳工局协同做工行善团修缮制工 马不停蹄积极加快脚步帮若市劳工整修房屋 落实黄伟哲市长暖心的施政理念希望加园 今日4月14日修缮制工兵分四路 分别是泥水工会及电气工会到麻豆区施工 另一组电气制工前往南区施工 以及油气工会到柳营区进行最后工程 另外还有木工工会制工 到关田区龙田路桥下的仓库搬运二手家具 在宋芝柳营区南区赠宇修缮户 志工们一同出动 为弱势族劳工打造安全坚固的家园一起打拼努力 劳工局长王兴基表示 好 今天真的会抱着非常感恩的心 代表委屋上感恩志工伙伴 我今天去我和我苏专科长先从南区 我们的省工横接 今天是由我们杜理事长带领的电气制工伙伴 这个床里面相关的这样的卫翼 那个流理台 这样还有电线配线的部分 所以另外一个部分 我又跟苏专科长 我们到了麻豆区的麻豆区 今天那边是有泥水制工跟电气制工 一个是在做相关贴橱砖的部分 当然电气制工 今天也相当在配搬 尤其我们泥水制工 因为长期去打土壳的地震 今天去打壁的橱砖 因为要分开打 不然就是会冲突的部分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我现在来到的流营的歇卡腿 今天是我们游期志工 我们这样的服务中 我理事长带领的团队 今天游期就会完成了 当然这个案是由我们 沈家宏省议员发现提供的案 所以我们现在服务的案有 可以说都是台湾市政府的团队跟议会 我们各议员大家到各角落 去关怀这些生活企迹的部分 发现各案都会提供我们来做服务 这个案今天粉刷完成 就会完成第254部的部分 另外一个一组 这个是委属市长的创起 我们一组我们木工 木工志工伙伴 提告雍田二手家具基地 印补相关的家具 来到我们流营西卡腿 另外一部分是印到 我们南区的这样的一个 省工红阶的部分 等下个礼拜我们游期完成 就一样印补进去 所以发挥 委属市长的希望家园之外 我们委属市长也能够发挥 把我们的垃圾变黄金 等于是要 会会要丢去的家具 我们把它回收回来 把它整理后变成一个价值 变成一个亮丽的这样的一个家具 再回馈来赠送给这些 弱势家庭的部分 把它变成一个爱心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委属市长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还有我们把七缸伙伴 把它扣作为 可以说呈现台南是一个 有的生意 能够改变调整 我们这个基地图环境不好的 让它这样的基地图环境 能够改变得非常的 得这样一个基本水准的部分 因为生活环境改变 它在台南各自上上 就跟正会为台南各相机 正会来发表 大家一起加油 柳银区47年次联姓老翁 独居具有低收入户身份 所居住的房屋屋顶为主管屋 年久损坏 中间下线 因自身经济不佳 无法自行修缮 劳工局做工型善团 接获通报到案家评估后 陆续由泥水电器金属铝制品木工 等工会协助完成施工 本周期间正义企业有限公司 进行玉石拉门安装 今日则由油漆工会接棒 进行墙壁油漆粉刷美化 木工工会从官田区二手仓库 搬运家具衣橱床组沙发 以及大台南总工会 制赠晴天方手工刺绣棉被 共同作为案家的入错礼 经由做工型善团连续接力施工 今日大功告成完工时刻 沈家奉一元 区长颜文岁和劳工局 做工型善团伙伴们一起 为案家挂上妻友 做工型善团有情有腾心错 涂样木牌 今天很谢谢我们劳工局 王局长带领我们 台南是做工型善团 来帮忙我们赌农的 个体户来修缮我们的房子 刚刚我们进去里面 参观的时候真的 哇非常的温馨 让我们这个 我们若是朋友 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说从此开始 他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真的很谢谢我们这些 做工型善团的所有 不管是邮车的 还是我们帮忙的 还是我们这些 我们除玉 卫玉的相关的设备 还有我们有一个正义公司 所捐赠的玉士们 非常豪华 让整个家庭气质都升华了 谢谢我们所有真的有爱心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 劳工局也有专户可以来捐赠 希望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起来帮助所有的弱势朋友 有一个温馨 比较舒适的屋子可以住 谢谢 这是做工型善团 第254户 爱心修善一举 也是黄伟哲市长任内 完成的第173户 沈家风议员柳营区长 颜文岁 大台南总工会 兼照沈昆海 也都带饮品到场关怀祝贺 沈家风议员 现场也捐助了修善材料费 南区杜女士 现高龄80岁丈夫 以往生 杜女士应跌倒 摔断髋关节 动手术 术后在家休养 经济拮据 无法自行修善房屋 家中厨房天花板 严重塌陷 多处需整修 为改善弱势家庭居住环境 劳工局做工型善团 启动修善相关期程 志工团队 已完成屋顶铁错钢板安装施工 白蚁除虫天花板 拆除清运 电线配置墙壁美化板 天花板清钢架 二楼房间门 更新施工 浴室瓷砖 旗楼天花板 水泥修补等 今日由电器工会 十一位志工 完成管路配置 安装电灯卫浴 及除具设备 并有木工工会志工 将二手家具仓库的沙发 桌子柜子 搬运至岸家 后续将有 履质油漆等修缮志工 接力完工 摊贩工会 陈高女理事长 及病患服务工会 兼罩谢 今夜今日也送餐点 未劳志工 麻豆区麻口里 黄兴案主 仅与案夫一同生活 儿子因经账安置 在嘉南疗养院 具低收入户身份 平时居住于 老旧漏水的房屋 劳工局 与做工行善团 于上周陆续进场施工 本周周间 分别由泥水工会与 金属工会 进行旧屋顶石棉瓦 天花板拆除清运 与屋顶铁错墙壁钢板施工 昨日4月13日 泥水志工再次进场 实作浴室地砖铺设 大台南总工会监视 张松茂到场协助 劳工志愿服务协会梁志南 理事长也带饮品慰劳志工 今日电器工会与泥水工会 又在接力完成电线配置 管路安装与浴室墙壁贴瓷砖 施工紧凑的修缮工程 就是要让暗主一家 可以赶紧有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王兴基局长表示 衷心感谢所有做工行善团志工 长期不惜牺牲自己的假期 为若是朋友修缮房屋 本周假日家庭志工 共有8对夫妻档 泥水工会李英锐 及郭树敏 刘七工会为吴鸿兴 及刘秀英 薛志强及李美银 忠德道及罗月秀电器工会 为谢明太及李树林 吴福川及林锦雀 刘忠义及黄丽清 志愿服务协会李俊平及陈美华 父子档苏俊明 苏扬志 手足档有游七工会李美分 李美银及李建达共同参与 更有全家总动员 分别是泥水工会 翁府仁宇 蓝琦念贤抗力 与儿子翁俊逸 电器工会陈文佳 与蔡贵方夫妻档 与儿子陈蒙吉 志工们齐心协力 无私奉献 透过民间与政府 共同合作的力量 携手建构美好的希望家园 协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乐在公益奉献之余 更为社会立下良好的典范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 请不吝点赞